蓝营议员邀请十几位新住民一起包水饺 感谢前总统马英九到大陆参访促进两岸和平 只是这段期间大陆对台文攻武克其实从未停歇 台湾随时都不安全知道吗 就让大家觉得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作为一个元首来讲的话 一定要给我们老百姓要带来就是和平跟安定 大部分的新住民 其实都可能都不太会喜欢这样的一个一些事情 还是希望说两岸和平一点会比较好 把矛头指向同一时间总统蔡英文也出访友方 过境美国是对台最大威胁 绿营自然不这么看 民进党立愿党团就召开记者会 认为总统访美是台湾外交一大进步 我们跟任何国家交往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而中国却把这件事情当作天大地大的罪 对于马前总统访路绿营也认为 不但没有缓解两岸关系 更成为大陆大伪宣的工具 民进党团也喊话 马英九不希望台湾有历史性突破 却继续扯后腿 国民党团应该立即表态 支持蔡英文成功外交出航 谴责马英九访问大陆 提别新闻 王西党早上的人台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